耶利米苏十八章到二十章 论到耶和华是姚将 以色列是陶梯 就是我们的捷经读经 这一个是整个耶利米苏的地质科钻石 而当耶利米来论到以色列人的情形 他的想法与神是不同的 那就从十八章以后 神就在那里调整改正耶利米的天然想法 那就让耶利米能够看见耶和华是主宰的姚将 所以这样就从十八章的一节 一直到二十章的十八节 有许多的论度 这一个论述总共有八个点 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神 对他的子民有一个绝对主宰 能够雕琢 能够放弃 也能够再拿起来 重新再雕琢 所以这一件事 对我们整个跟随主的路上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三章给我们看见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当神在那里雕琢 以色列的时候 同时他对耶利米这一位生言者 也有个人的雕琢 当耶利米为神生言的时候 他遭遇许多的逼迫 遭遇许多的为难 如同他名字所说的 神使他身高 神也拆毁 神也轻负 但是神还要重新有建造 那刚刚胡迪雕提的这几节圣经 就是给我们看见 在一个雕琢中 耶利米遭遇攻击 但是耶利米也在祷告的灵里 与神有交通 十九节非常的甜美 耶和华求你理会我 听那些与我真敬之人的话 人岂可以恶报散 这样一段有一个非常甜美的祷告 那神对他就有一种的反应 那到二十三节 他在这一章末了 再有一个非常甜美的祷告 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一切祭命 你都知道 不要遮盖他们的罪孽 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 需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 愿你发怒的时候 恢复他们 所以我们从这三章圣经 要敬拜神是有主宰权品的姚家 我在上线途经之前 跟一个姊妹有交通 那就说某某姊妹跟某某弟兄分手了 我也告诉他就在这一年多 我也看见三组高端交往的 所谓高端就是学士经历都极高的 他们交往到后来没有主的结局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认识神主宰的权品 我也觉得我们这样的读经 从主的话中得着亮光 得着指引 让我们对主有正确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要有信心 带领我们所牧养的圣徒 进到这样的追求里面 今天就这雅各书会有总结 明年开始 伯鹏弟兄就会带我们 关于彼得书信 有一个全般的话语 我祝愿舍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